大家好,欢迎来到天天秀 巨弦庄一战是乔峰一生中最耀眼的时刻 以一己之力对抗中原武林 还要兼顾中毒的阿珠 最终乔峰打死大伤几十位中原高手安全脱身 虽然在场的高手算不上超一流高手 但双拳难敌四手 如果是慕容赋,怕是早死在巨弦庄了 正因为在巨弦庄大开杀戒 导致上市山一战,危机四伏 乔峰的处境岌岌可危 慕容赋丁春秋有坦汁纷纷出面挑战 都想在武林群雄面前扬名立万 看着被丁春秋毒死的爱马 想起自己悲苦的经历 一阵血涌向心头 乔峰一声长笑说道 慕容公子、庄公主、丁老怪 你们变三位其上,肖某何惧 乔峰的魄力和胆识震惊了在场的所有人 也感染了无数读者 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 段玉和虚主替乔峰分担了两个高手 三个兄弟有惊无险地战胜了三位高手 不过冷静下来想一想 乔峰真的有把握打赢三个顶尖高手的合工吗 他是因为两个异地在场才敢这么说吗 当时18名弃丹武士以及乔峰的坐骑都被毒死 已经退伍可退 唯有拼死一搏才有脱险的机会 所以乔峰不得不应战 再者乔峰虽然长相粗犷 可粗中有戏 如果没有必胜的把握 他不见得会仓促应战 乔峰带18七单武士随行 就是因为聚贤装独身硬战吃了大魁 所以乔峰话音未落便抢占先机 出掌攻向丁春秋 说明他已经胸有成竹 单纯就武学而言 乔峰绝对打不过三人联手 但是没有配合的一加一未必大于二 况且三人各怀鬼胎 再加上乔峰对敌经验丰富 经常能超水平发挥 这种情况下 三人联手的效果未必胜得了乔峰 实际战况也是如此 乔峰三招就逼退了三大高手 在场众人五不亥然 就在大家看的木凳口呆时 乔峰没有趁热打铁继续进攻 而是停下和三兄弟喝起酒来了 乔峰为什么不继续进攻呢 是想让两位异地助战吗 当然不是了 这是给三大高手一个思考的机会 让他们好好想想 为了战胜乔峰 他们究竟愿意付出多大的代价 以乔峰三招逼退三人的实力 在他死之前绝对可以拉一个垫背的 甚至是两个 恐怕没有人愿意为他人做嫁衣 牺牲自己帮助别人杀死乔峰 所以即使没有两位异地相助 乔峰也有足够的实力打赢这一战 对此您怎么看呢 请留下评论评论吧